21号下午3点 大陆国台办以及大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大陆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罕见的一起召开联合记者会 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而且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也就是这份意见 从6月21号起实施 这场记者会 事前国台办保密到家 就连外媒想要采访都遭到拒绝 当然21号公布的这份意见 就是大陆国务院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律而定 对于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 处无期徒刑 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其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恶劣的 可以判处死刑 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对其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使夺政治权利 除此之外 大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也宣布对原产于韩国 台湾和美国的进口本乙锡 继续征收反倾销税 而本乙锡被广泛的使用于 塑胶及橡胶制品的制造 以及绝缘材料 玻璃纤维 塑胶管 汽车零件 鞋子 酒杯 食物容器 地毯秤背等产品 皆含有本乙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